歡迎收看我不柯拿鐵頻道 今天要去玩手FIFI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哦 好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新的AUG塗裝又來了 然後現在先跟大家分享是我手上拿的這把 AUG的武器的部分呢 是我們的時空晉級啊 就是我現在比較常使用的 這把是射速比較快 精準提升一格射程有降低啊 然後其實我上次有分享的就是現在版本的部分呢 很多槍枝射程有降低 然後其實在AUG的部分應該是沒有降 因為主要是降衝鋒槍跟散彈槍的一些射程部分有下降 然後當然AUG如果像射程的話打遠的時候 可能會傷害會稍微掉比較多啊 所以說看個人是選擇選什麼樣的屬性 好的今天就來抽抽看這把 AUG咆哮槍手啊要花多少賺 然後他傷害兩個 抓點速度提升 持槍機動性下降 兩個的話呢 傷害應該會加多少 等一下會實測給大家看一下 跟基礎槍來比一下 那因為我現在主要是拿射速快的 然後AUG有時候覺得傷害差一點點啊 不過其實我覺得射速快已經很好用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沒有射速快那一把的話呢 也可以看要不要抽這把咆哮槍手 好那我們今天呢 就為大家實測一下花多少賺啊 然後一開始他可以先取消兩樣你不要的東西 嗯 讓貝吧 把這個塗裝槍先選掉好了 基本上 這個塗裝槍 精準兩格 看你們要不要啊 這寶是 傷害一格精準兩格射神將 然後邱比特 這兩把可以先把它取消掉 好剩下二四六八八分之一的機率 今天能不能歐一波呢 好我們來測測看吧 第一抽是九鑽 來啊 試試看看九鑽能不能中 沒有 拿下去轉就好了 九鑽沒中 好 再來是加四十九鑽 直接抽吧 因為反而這個有時候保底就是保底啊 這應該抽完應該是兩千多吧 應該跟之前差不多 加九十九 一五七鑽 金幣轉蛋 金幣 一九九 三五六鑽 最近這種寒假 過年都在睡覺 剛睡醒現在有點頭茫茫的 加三九九 七五五鑽 哇塞 四分之一了啦 又沒中 五九九 一三五七鑽 現在畫一三五七 一三五四 哦 下六九九 要保底是不是 二分之一 保底轉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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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熊 包包帽還蠻還蠻可愛的 果然是二九五二 兩千多轉 我就差又保底會中了 好心理準備了 因為AUG為什麼抽主要是因為我最近都拿AUG 這個版本AK那一些我覺得 沒有那麼好用 因為AK現在變得很飄啊 所以我之前都拿AK啊 然後或者是SKA之類的 可是我現在發現AUG還蠻好殺人的 所以AUG算一把還蠻穩定的槍啊 好啦 總之抽到 我們先來測一下他的傷害吧 現在先跟大家分享我現在這一把的部分 他 時空晉級 時空晉級 沒有加攻擊力 可是他射速比較快 射速快 兩個大概 你就抓再快個兩發子彈吧 應該差不多啦 然後精準提升 射程下降 然後至少新的是把射程沒有掉 所以說有時候打遠距離 因為AUG是可以搭成 他減到是2倍進 然後你拿4倍進可以裝上去 所以說在遠距離的話呢 我還是建議步槍射程不要掉 因為現在衝鋒槍跟散彈槍那些射程都 官方已經把他全部改成會調降了 所以說你未來打中距離以上 一定是要習慣用步槍 和狙擊槍去攻擊敵人 那AUG的話呢 不要這樣射程會比較實用 我是這麼覺得 那至少射程不要掉 那你傷害就不會掉 基本上就不會 因為越遠越掉啊 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 那我們先試一下 時空經濟的傷害多少 然後看大家看完這個影片以後呢 要不要抽 給大家評估 最近一定會拿這一把 因為傷害2個降落 就可以先殺一波了 那我們一樣是 所有配件不裝啊 然後畢竟步槍的話 這把已經有35發子彈了 所以說子彈數算是夠的 如果要擊殺個敵人夠 如果他凝膠沒有很多的話 170是爆頭傷害 31 好先寫下來 17031 好現在是直攻進擊 因為這把是射速快 他射速真的蠻快的 你看喔 沒有 可是其實有時候我覺得他遊戲實際用的時候 下去作戰的時候 他會感覺比較飄 對類似這樣的感覺 好 再來我們是四級房 比較快速快決 66 跟 9滴 再一次 66 9滴 66 是爆頭傷害 防裝上面是9 打手的話是23 所以有時候你到後期 敵人在跑的時候 你打到手握 傷害其實還蠻漂亮有沒有 打到防裝上面的話呢 就比較不痛 然後其實AUG現在還沒有出 穿甲2格 不然之後我穿甲 我應該會抽穿甲 然後現在這個遊戲現在 我覺得新玩家比較難加入 主要也是因為屬性槍的關係 屬性槍現在也算是影響 戰局蠻重要的一個環節 大家應該知道 我再測一下三級房好了 三級房73跟10 這樣稍微抓出一點 差距 好 我們再來測一下那個 新的這把槍 現在槍名字有點難記啊 時空經理這名字用好記 現在槍叫什麼名字看一下 拋銷槍手 拋銷槍手 你在拋銷什麼 沒有拋銷 你在拋銷啊 拋銷槍手 傷害2格 傷害2格 裝填速度提升 子彈的話 35發 好給 剛爆頭是170 直接升到181滴了 直接加了11滴耶 哇哦 我覺得還不錯 181 降落直接 隨便掃一下 一定就死掉了 如果沒防裝裝一下 基本上其實 無防裝拿AUG 剛降落我覺得真的是很好殺人 大家應該有這種感覺 其實這版本AUG 我真的覺得很好用 比 我覺得比AK好用 然後AK現在飄的 程度越來越高了 也算是還原他那把槍吧 因為後座率比較大 攻擊力高 三級防我剛好測嘛 剛剛是73 現在變78 多5滴 然後身體的部分 打防裝是11滴 多1滴 每一發多1滴 就是說 你如果拿這把 降落後體能拿到防裝 三級的話 少一波應該也是可以啦 沒問題啦 可惜還沒有穿甲的 最後四級防 我們先看身體 剛剛是9滴 一樣9滴 對 跟我猜也一樣 因為他通常只要到四級防的時候呢 他的 防裝打到是一樣的 70 OK 多4滴 70跟9 好大家記一下 剛剛是66啊 四級防的話呢 70加9 那我們 給大家看一下數值 如果說 今天你 看到敵人 他四級防 然後你就少 好 大概這樣有狀況下 對方就會死掉了 少一下下就會死了 因為他每一發增加四的傷害啊 所以說你要去算他的加成傷害 大家上來講是沒什麼問題啊 傷害有增加 另外一把射速快 然後AUG這把槍 其實我就覺得射速就還算蠻快的 然後當然也是不能跟加兩個射速的比啊 可是他的射速已經不算慢了 所以說你就可以考量 你今天要時攻擊起來是用傷害高的 因為傷害高有個缺 射速快有一個缺點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有時候 因為子彈其實到 你連發的話 他是後面會飄的 所以說你基本上來講 如果你在他 精準下降的時候 你不 切掉槍的話 決定要講你現在連續攻擊嗎 然後開始飄 有沒有看到他的彈左點 開始飄的時候呢 其實你要停一下 然後再攻擊 這樣的話比較容易擊殺敵的 因為其實我還是有遇到很多玩家 他們是 跟我在拼槍的時候 他們是一定會 按到底 然後我的話會停一盾 然後順便移動 停盾一下 然後移動一下 然後再繼續射 這樣的話其實 準度會比較高 因為你重置了 他的精準下降的問題 就是精準下降就是說 每一把槍他有一個 子彈到一定的數量的時候就會飄 像譬如說前三發四發一定是準的 那你如果在三四發的時候呢 稍微停一下 然後再繼續射 這樣的話你可以很快要拉回他的那個 準度了 大家上來講這是一個平槍的分享 就是我的感覺是這樣 然後當然每個玩家可能他的玩法不一樣 然後開鏡台的話呢 你就是往上拉 因為他這個輔助瞄準的關係 他一樣會在開鏡的時候就會瞄身體 那開鏡台就往上拉就可以了 對很多玩家玩法不一樣 看你要不要把他那個 就是設定看你要選 玩全精準的還是預設啊 像我是玩預設 預設的話你就是要 去抓他的那個 輔助瞄準 輔助瞄準他會去抓身體 打身體的傷害一定是很低的 到後期 所以精準上你要盡量往上拉 就有機會讓敵人死 可是有時候關鍵時刻 你可能會一直開關鏡 那也是正常的 因為你不一定可以在很多狀況下呢 因為有時候玩家會架凝膠嗎 甚至可能跑跳之類都可能 所以通常玩家在跑跳的時候 你不一定抬到 抬槍基本上來講 我說實話沒有辦法 每個人啊 全世界沒有一個 打每個敵人都抬到的 不可能 除非他直播 直播一兩個小時 然後呢 一兩個小時裡面 他所有殺到敵人都是抬槍 這樣我才相信 真的世界上有那種 每一把每一槍都抬到了 所以大家記得 抬槍這個東西就是 他只是一個爆頭的一個方式 他其實抬槍是台服 玩家取的名字 以前我們槍戰遊戲都講爆頭 沒有在講什麼抬槍 也算Fightfire特有名詞 這樣了解 OK 那我們今天呢 就分享一下 保底才抽到這把槍 然後大家覺得 實不實在呢 還是你們其他塗裝可以推薦 因為我現在AUG的部分 就是射速快跟傷害高 然後射速快這把 我已經覺得蠻不錯用了 只是說 還是會覺得射程將會有點影響 所以我最近會試試看 是把咆哮槍手 使用起來怎麼樣 之後的影片或者是直播 來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呢 就分享到這裡 那也祝大家最近新年呢 好好的休息啊 我相信大家應該最近又是到中午吧 因為覺得這個天氣很好睡覺 那今天遊戲完了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拿鐵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一個喜歡 持續訂閱我 打開同志鈴鐺 後面有一句叫Fightfire攻略的情報 也記得訂閱我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 玩具頻道 哪一頻道 送我Twitch IG粉絲團 搜尋我不喝拿鐵就可以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